女星恨天高走红毯,直接把这东西都摔出来了,最后一位当场反场。 Anjala Baby的高跟鞋就总是很高,再穿穿一身纱裙真的是笑仙女无疑了。每次小编看到杨颖的鞋子都有点恐高啊。所以穿高跟鞋一定得注意,像是景科之前在国外走红毯,就尴尬得很。 娱乐圈女星都想在红毯上艳压群星,一支独秀。 为了博得更多目光,尽头,各个女星真是花样百出。打扮得端装典雅,光芒四射。 下面这位女星,景科一身墨驴长裙亮相威尼斯电影节,看着优雅迷人的姿态,然而后面发生的一幕,却让网友大骂,丢人丢出国了。 在国外红毯上,摄影师对于中国的明星其实关注度不是很高,而景科突然的一个矮角,所有镜头七刷刷的对了过来,这真是成功博得镜头焦点,当场真是万分瞩目。 虽然陪同一起的搭档迅速把景科扶起,但是已经被抓拍一组尴尬的照片。 红毯上摔倒的女星这倒是不少,但是景科包离摔去去一个吸奶器,这就惊呆众人。 景科后来回应,当时摔倒本来就不知所措了,看着吸奶器更是一脸尴尬反映不过来,只是觉得当场脸红得发烫。 这在网上就议论开了,网友一片质疑,都说景科是为了拨眼球假摔。 走红毯随时携带个吸奶器,这就有点让人不能理解了。 景科也是倍感委屈,这是在国际电影节上,这么重要的大场合,肯定不希望这样丢人,真是个意外。 网友,吸奶器很正常,做妈妈是很辛苦的,但是不理解为什么走红毯,随身带着吸奶器。 小编看着这些明星们摔倒就觉得很疼啊,不仅是会疼,还有也太尴尬了。 虽然在红毯随时,虽然在红毯上有不少的女星靠着招走红或是炒作,真的是太不值当了。 要是都摔成这样了,小编觉得直接都能反场重修了,要是凶或者是下巴是假的估计当场就报废。 你们是不是看着就很疼呢?所以小伙伴们穿高跟鞋一定要注意,走路一定要稳稳的啊。